最後一個形體就是圓柱形 那我們圓柱形的部分 我們先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從上面往下看的話 它應該就是一個圓形 所以說我們上次有提過說 一個正圓 一個正圓 一個正圓是這樣 那會通過什麼 交叉線 我們把中間線先找出來 三分之二 三等份 三等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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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一個圓 超過一個圓 這樣就是一個正圓對不對 一個正圓 是不是這樣 如果我們從上往下看 它就是一個正圓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讓它這個圓給躺下來 就是把它躺平喔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方形一樣 用我們之前第一堂課講過的一點透視的方式 對過來 齁 來 來 視頻線在這邊 來 消失點過來 我現在讓它這個躺下來喔 躺下來 這個方形 來我們把方形 我們畫這個好了 我讓它這個躺下來 這樣這個方形 就是等於這個方形 好 我們先把它躺下來 好 那現在齁 這個圓形要倒下來囉 要讓它平躺下來 所以啊 我們要去找出 這個點在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聽得懂齁 到目前聽得懂齁 這個方形 就是躺下來 這個正方 正方形躺下來變這樣 那我們要找出這個點 一樣 跟它一樣 這樣 對角線對不對 對角線 是不是這樣 對角線喔 好 那這樣中間線是不是跑出來了 是中間就跑出來 所以前面會大於後面 是不是這樣 跟我們的第一堂課講的 透視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那接下來 我要怎麼找到 我這個點就出來了 對不對 1234 1234 這四個點 對應的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找哪幾個點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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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出這四個點 我才想把圓畫出來 是不是這樣 那我要怎麼做 它是不是等分 三等分 是不是等分 三等分 是不是這樣意思 一樣的長度嘛 一樣的長度 才能做等分的作用 對 好 不然你看的反對 是這樣 那我現在把它分成三等分喔 1 1 2 3 1 2 3 對不對 好 它是不是跟它是平行的 對不對 一樣 平行的 交會在同一個點 平行的交會在同一個點 平行交會在同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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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到目前看得懂喔 好 那這樣是不是找出來 這個點就在這裡 A 這就是A點 B點在這邊 來 B點 C點 C點 在這邊 D點 D點 就在這邊出現了 這樣八個點是不是就找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把它連起來 它是一個弧形喔 弧形連起來 是不是 一個正 一個圓形躺下來就產生出來了 好 這樣子喔 從這邊 轉到這邊 有幾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獲得 如果一個圓 像平躺下來的圓 從中心剖一半 中心剖一半 前面要大於後面 是不是 第一個是前面大於後面 那第二個啊 旁邊這個地方 記得 它永遠是一個小弧形 是一個弧度的喔 它不會是這樣的形狀 你這樣畫就會產生錯誤 它一定是一個小小的圓 記得它一定是一個小小的圓 千萬不要畫一個眼睛喔 這個是眼睛後面才會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一 前面大於後面 二 這邊 第三個 前面的弧度一定會大於後面 對不對 就是 上面的弧度是比較平 下面的弧度比較圓 所以你畫起來的時候 不要畫反了 什麼是畫反了 變成後面比較圓 上面比較圓 上面比較圓 下面比較平 這樣就會反透視 因為為什麼 這個跟我們的低一點 剛好是打到的 就是說 你從中間最大的回半 那你會變成後面會大於前面 這樣就是有問題 你應該是反過來這樣 所以啊一個圓躺下來 有三個東西要注意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三個點 那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圓柱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講 好 所以我們在畫一個圓柱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的視點 是由上往下看 所以當你在畫這個的時候 當然啦 我們在畫的時候不會這樣畫 因為這樣太複雜了 可是正常來講 是的確是要這樣畫的 就是說 像你在畫這個圓柱 我們可能要這樣畫 可能要不要有這個 一點透視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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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方形畫好 然後再把這個圓畫上去 這個圓畫上去 然後把這個圓柱接起來 這樣子是不是比較簡單 又一定是對稱 就是這樣子 好 但是喔 事實上我們在畫會怎麼畫 我們這樣畫太複雜了 我們會把中心點 先立出來 中心點先畫出來 兩邊等寬 請你取兩邊等寬 兩邊等寬喔 兩邊等寬 等下我們講喔 所有對稱的東西 你都可以用這一招來畫 一定會又快又準 都是這樣子 所以啊 來 這個比例喔 我們來抓 這裡的長度跟 這個平的地方的長度 先畫一個田字形 下面也是畫一個田字形 可是啊 下面要大於上面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畫一個田字形 來切成八角形 切成八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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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弧畫出來 這樣子 就可以了 這樣是不是又快又準 所以 只要是對稱的東西 你都要這樣畫 等一下我會用別的東西 再舉例給大家聽 好 那接下來齁 我們要講 為什麼上面會大於下面 因為我們四點上面的關係 我們的眼睛 是由上往下看對不對 例如說我看這個水壺 我在看這個水壺 是由上 往下看 然後越到下面看越多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說 我把這邊 切成好幾個等份 切成好幾個等份 你會發現這個圓怎麼樣 越到下面會怎麼樣 越來越圓 越來越圓 就是你看到的面積 因為是俯視的關係 看到會越來 感覺 看到的會越來越多 如果它是透明的話 因為現在沒有透明的杯子 看起來就越來越多 比較簡單一點 你就回去 用一個 去買一個透明的瓶 或者是 透明的瓶子 那你就裝水 你就把水喝起來 越喝越多 越喝越多 這樣看 越喝越多 越喝越多 對啊 它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低 是不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 我們的視覺 就變是這樣子 有沒有 你的視覺是這樣看的 變由上往下看 所以你看到面積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在畫一個圓柱 圓柱體的時候 要注意 上面一定 下面一定會比上面的弧度更圓一些些 是不是 好 大家 因為大家都有買那個 都會買那個杯子 來 如果說你在畫那個 我們再畫幾個東西出來給大家看 例如說 當你在畫那個什麼 手搖杯的時候 也是一樣 例如說 你的中心點先出來 中心點先出來 對不對 兩邊 等寬 齁 去抓 去抓它的比例 就這個的比例 和這個杯子上面的比例 這兩邊同寬 對不對 好 那你杯子下面比較小 對不對 一樣 畫比較小 兩邊同寬 那你就可以抓到你的 手搖杯的 這樣就一定是對稱的 對不對 那接下來 這個高度 齁 不管它的圓大小喔 你只要在意它的高度 就可以了 齁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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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高 因為比較高 它圓就會變得比較 圓一點點嘛 然後再把它畫起來 再把它畫起來 欸你的手搖杯就完成了 是不是這樣 是 謝謝你 好 那我們再講齁 齁 语婷你那瓶借我一下好不好 對對對 來喔 這個也是一樣喔 接下來齁 我們要講 如果你要怎麼畫這個 對不對 一樣齁 譬如說 你在畫這個時候 你把它分成 一等 一等份 兩等份 三等份 當然這個等份 裡面還可以分很多解啦 那我們先暫 暫時把它分成 一 二 三 一二三 這樣就可以了 那平標 等一下我順便告訴大家 一起說要怎麼畫 所以你在畫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畫耶 不是這樣畫喔 你這樣畫會畫到對稱的 真的太厲害了 不得了不得了 真的是很厲害 你可能會畫很久 那我們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這樣 齁 一樣中心線線下來 齁 中心線線下來 來兩邊騰寬 這邊 畫那個瓶蓋的位置 齁 注意每個比例喔 這個瓶蓋的比例 瓶蓋的比例 這邊的比例 對不對 這邊的比例 先做出來 它的大概是多大多小先做出來 好 接下來在做的時候 這個瓶蓋多寬 齁 等寬等寬 這邊多寬等寬 齁 那這邊下面 如果是直的 那你這邊就一樣寬就好 直接畫下來 直接畫下來 對不對 這邊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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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然後 這個圓畫出來 齁 上面 越到下面會怎麼樣 越來越圓 這樣是不是就畫完了 對不對 好 那你平標怎麼畫 也是一樣喔 平標也是一樣 把平標的位置先做出來 齁 一樣 做一個寬度 齁 做一個寬度 來 平標 你要先畫這個喔 讓你的平標在這裡面做轉動的動作 對不對 齁 你的平標就是在這邊轉動齁 例如說 你如果 你這個比例一旦畫出來 這個圓畫出來 他的平標就是在這個圓轉來轉去而已嘛 他一定不會超過他 而且 你的平標一定會平的順著 這個弧 那個平身的圓弧度去做轉動 這個你一定要這樣畫喔 你不是說 平標隨便這樣畫一個這樣就好了喔 不是這樣 你一定要把這個圓畫出來 你才有辦法在裡面做轉動的作用 這個很重要喔 不然的話你的平標 搞不好 像這個也是一樣 你要畫他那個標籤 當然標籤是亂貼啦 不會這樣貼 但是你如果說畫好一點點 他的Label可以貼這樣子 貼在這邊貼得很漂亮 就會跟著這個圓順去做轉動 所以你要把每一個區塊的圓都畫出來 好 那接下來 為什麼我們要把每一個區塊的圓都畫出來 其實是有用意的 為什麼 因為啊 它就是你的光影的轉折點 你這個轉折點 你畫出來 這個地方 例如說 這邊是亮的對不對 那你這邊是暗的 那你這邊畫暗的 它才會有立體的效果對不對 可是啊 這個線到底是這裡 還是是這裡 還是是平的 你必須要依照它的圓的弧度的切面 去把它做出來 你才做得出來 這個很重要喔 不是 這個不是 不是說 所以你在 你在解析這個形體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是段落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稍微看一下 把它做出來 那像這邊喔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 那個凹進去對不對 其實連這個都要做 所以 照理說 這邊是一個瓶身 過來 這邊要凹進去 這邊凹進去對不對 這邊凹進去 如果這邊都凹進去 那你就要把這個圓的畫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你要讓它 有一點下陷進去 這邊就是你要畫暗的地方嘛 它才會陷進去對不對 然後又出來 然後又是暗的 亮暗亮暗去造成它的高低的起伏 那這樣子你畫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畫得很對稱 然後整個形體的結構面 也可以畫得很準確 所以說 這個圓的部分 它是利用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感覺上面 用那個圓形的 這個疊子把它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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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疊起來就是一個瓶子的啦 就立體的這樣子 好 講到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形體的解析 所以你只要會這個動作 所有的圓形 對稱的東西都可以這樣畫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回去齁 大家試試看畫九瓶 九瓶 對不對 蛤 畫十瓶 畫十瓶喔 十瓶 不用啦 九瓶大家家裡都有吧 九瓶 九瓶 九瓶不差一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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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瓶啊 十瓶 對啊又不差一瓶 畫十瓶 我四瓶啊 我十瓶 我剛才在講什麼 你說九瓶啊 我九瓶喔 不是啦我是說畫九瓶子啦 然後畫十瓶啊 然後畫十瓶啊 對啦 阿般畫一瓶好了啦 畫十二瓶啦 好不好 其實不用啦 只要對稱的東西都拿來畫畫看 啤酒啊 啤酒瓶 對不對 畫畫看喔 然後什麼油燈啊什麼 只要是對稱的東西 你都拿來畫畫看 還是要我出題 我就出十二題 但是不用上色啦 不用上色喔 我只是說把結構面 但是我講的結構面是連這個都要畫喔 例如說 像紅酒瓶對不對 你連標籤都要畫 如果紅酒瓶 注意啊 像紅酒瓶是這樣嗎 大概的紅酒瓶 不一定完全是這樣 因為紅酒瓶 裝瓶還是不太一樣 但是很多的紅酒瓶一定是上面瓶子比較 這邊比較短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比較短對不對 然後下面是比較長 是不是 那也常喝嘛 對啦 大致上的紅酒瓶都是這樣 大部分啊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 所以它會變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 你這樣畫就會很準 是不是這樣 然後下來一樣圓的 圓的 圓的 你要把每個地方圓的結構畫出來 然後它的屏標 它的level 把它做出來 這樣 要畫這樣喔 就是下禮拜來我要看到這樣 12瓶好不好 不要畫一樣的喔 不要畫一樣的喔 不會啦 到處都買油 會醉 這個就是一個啦 這就是一個啦 我不是說一定要畫酒瓶啦 就是 只要是圓柱型的啦 圓柱型的 好像那個 醬油嘛 醬油就是一個了嘛 然後 你的那個啊 你的水 所以罐子啊 這也是啊 這也是一種啊 對不對 這個都可以做 對啊 那個 你看雨梯瓶子那個也是一種啊 這個也是一種啊 就到處都是啊 手搖杯也是一種嘛 所以到處都是 所以你可以拿來試試看 印證我們的理論 這樣來畫 是不是正確 那你不用上顏色沒有關係 我只是希望 大家把這個結構體練熟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畫的速度會加快 好像 來來來這個最難 這個有沒有 不鏽鋼品 但是他最難不在於 不在於 形體是在於他的把手啦 他的把手才是最難的 那這把手我們後面再講 因為 因為這個再講又要講很久 我們 之後再來講齁 所以回去記得 練這個平 練圓柱體啦 圓柱體的 類似的形狀 練 練 大大的老闆 就是 練 練十二格 練十二格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上顏色齁 的問題了齁 來 我們回到第一個齁 我們 因為我們在講那個結構面的時候齁 我們會習慣 把他的東西齁 切成 這個齁 我們切成八格對不對 對 我們把它切成八格 這樣比較快齁 這樣切切切 正八角形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用筆的時候 記得 你的畫筆就是這樣畫 好 我們有時候再見 掰掰 就是這樣畫 就這樣畫 所以你在畫這個時候 你就仿照這個方式來畫就好 這樣會拐到嘛 那你可以這樣畫 就是這樣 然後轉 然後轉 再轉 用這樣的方式做喔 再轉 轉成這樣子 有沒有 就利用這樣的結構的方式 轉轉轉 去畫 所以你在畫的結構的時候齁 我是建議大家去練習 把它結構形體才畫成那個 呃 分成這個塊面 你分成塊面之後 再做 就會比較好做 齁 這樣有沒有問題 等一下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接下來齁 比較困難的齁 我們再來講這個東西 來 現在齁 這就是一個圓柱形 但是它是躺下來的 對不對 你回去 如果比較困難一點 你就把你的酒瓶躺下來 會更難化 好 你 先不要 先不要怕躺下來的 啦 我說你們這一次回去 你先練習 放這樣就好了 因為躺下來會很難化 來我們來講躺下來的齁 我們把基本形體講完 這樣比較 拉回去可以好好練習齁 齁 來 接下來躺下來的時候啊 齁 你要怎麼做 齁 因為你還是要知道基本形體齁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才提過說 它其實是一個方形 方形結構去做出來的對不對 對不對 方形結構 一點透視 我們是用一點透視的結構 去做出圓柱形 那我現在要讓它躺下來 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子的話的話 你再怎麼躺 它都不會 它都不會變透 它都完全沒有透視感 它就不會有前後的問題 因為前大後小嘛 所以這個時候齁 我們要怎麼樣 你的立方體 齁 要變成 剛才是一點透視嘛 所以你在畫這樣子的時候 要改成什麼 兩點透視 兩點透視 對不對 改成兩點透視 改成兩點透視 是不是這樣 你把它改成兩點透視之後 把這個方形畫出來 你就會覺得比較好畫 好 來 一樣齁 中間線 對出來 中間線對出來 圓 圓 連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啊 當你的那個 圓柱形式躺下來的時候 會建議大家 會建議大家 把這個方形體線畫出來 會比較好畫一點點 你不要直接這樣圓 不然你會 到底是這樣圓 還是這樣圓 你會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 把它的那個 整個透視的結構線 做出來 然後再去做 你會比較好做 那當然你做熟了 你就不需要這麼做了啦 當然熟了之後 通常我們在畫也是 大致上畫一下 然後切一下 然後就把這個圓切出來了 當然不會畫這麼多條線 因為這樣子的話 畫到最後你會插不完 所以我們盡量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所以像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 這樣回家周圍會好像好多 畫好多東西 等一下大家練習畫這個就好 畫這個就好 畫這個就好 那注意就是你在畫這個的時候啊 你在畫的時候記得 中間線先下來 中間線先下來 來 兩邊一樣寬 我畫太胖了 兩邊一樣寬 對不對 兩邊一樣寬 好 上面 下面 比較寬 對不對 圓 中間線 中間線 比較圓 做出來 好 影子 這邊下面 我們提過說為什麼要做出來 因為 你才要辦法把影子畫出來 對不對 影子的 整個的 影子的 月到後面 本來是平的對不對 但因為透視的關係 這邊上去 後面這個會比較平一點點 那記得 你這個 要去觀察一個東西 它到底 最亮的邊 最暗的那個轉折面 是在這個方形的哪裡 是在方形哪裡 因為啊 這會關係到你的影子要從哪裡出來 例如說你的轉折面 亮暗面最大的地方是在這條線 對不對 那你的影子 就是從這個圓形的旁邊這邊出來 不是隨便找一個地方畫出來的影子 不是 你必須依照它的光影的轉折面 去把影子給拉出來 這樣才會合乎它 那你對面的怎麼辦 對面是哪一個點 是哪一個點 是這個點 還是這個點 好 來 中心線畫出來 透過中心點 到對面 影子一定就是從這邊出來 是不是 來 再講一次 這個點 這裡出來對不對 那你這個點怎麼辦 因為你如果從中心出來 那對面就是這個點嘛 那這條線對過去一定會通過中心點 記得 所以啊 你一定要找出你的中心點出來之後 把這條透過去 那你就知道影子從這邊就出來了 就會是這樣子的方式 好 那接下來 光影的關係 來 一樣 把它拉上來 中心點 好 一樣 影子透過去 透過來 最高點 這邊 所以你的影子這邊會有點像子彈型的 就是圓的影子 聽得懂嗎 好 再來一次喔 比如說 這個跟我們上個 第一堂課講的是一樣的 來 影子從這邊 通過去 過來 往後走對不對 那我要找出它的影子在哪裡 一樣齁 這邊上來 一樣四叔叔腳 這個我要找出一二三 這三點對不對 落在這個哪一個地方 一樣 光影 光過來 打在這裡 這個點 打在這個點 就是它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找這個點 一樣光影下來 打過它 打下來 就是這個點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點比較麻煩 來 中心點是不是在這個區域 那一樣 這邊是斜的過來 透視 這邊是斜的過來 所以這是這個點 好 不是中中線這個點喔 你要跟這個方向 成垂直的狀況齁 來打過來 點點點點點 中心線 就是這裡對不對 好 這三個圓弧 弧起來 就會變成它的影子了 後面同學聽得懂嗎 可以嗎 可以齁 喔可以喔太好了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 輕輕的上一點顏色 來 我們從亮岸交接這個面先做 譬如說 那這邊可能會突出去 不管 好 直接畫 深的地方 直接出來 好 那旁邊會不騎對不對 沒關係喔 等一下我們用橡皮擦來擦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這邊轉 變比較淡喔 變得比較淡一點點 這個面齁讓它清除一些些喔 好 靠近這邊齁 因為靠近上面 這個等於是立方體了嘛 對不對 這邊是圓球體的概念 這邊是立方體的概念 因為這樣急速往下滑 好 極速的轉折 所以這個地區齁 稍微讓它 稍微深一點點 去增加出它的立體感出來 好 那這邊的部分齁 來我們轉成這樣子來畫齁 輕輕畫就好了齁 因為這邊其實是亮面齁 那我們輕輕畫就好 好 不要畫直的齁 畫橫的 欸 不是說畫橫的啦 就是用這個塊狀的結構去做 你不要畫直線齁 齁 那個直線齁 後面再做沒有關係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先 畫這樣子的結構線去做齁 因為這個結構線對你以後 做會比較有幫助齁 好這邊齁 轉折這地方 加強它一次 再重疊一次 齁 切記齁 現在都還不太要用到直線齁 我們之後再來做齁 你這個做得好齁 直線就會 看起來就會比較有 然後齁 一樣齁 這個圓的道理是一樣 最亮的地方 並不在最邊緣 因為它要 這是對我們來講 是前面嘛 這是後面對不對 以這個圓圓來講 這是前面 這是後面 所以約到旁邊的地方 要稍微 糊一點點 我們輕輕再上一點顏色 輕輕再上一點顏色喔 好 那這個時候影子一起做出來齁 影子是這樣 好 那我們把它做成這樣齁 怎麼樣 約到後面啊 顏色 要有什麼 越來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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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最後消失掉 好 靠近這邊的地方齁 我們再加強 讓它深一點點 讓它深一點點齁 這是影子 好 越來越淡 看越來越淡 好 這邊再來 再讓它深一點 這個轉折面再疊 你再疊一次齁 它怎麼樣 比出盔就會越來越重 齁 交錯起來 好 這個時候我可以用一點點 來抹一下齁 來 把它抹一下 然後再用橡皮擦來擦齁 來抹過它 來這個時候抹直的 抹直的齁 抹直的齁 抹直的 來後面抹後面 前面不要抹 你看齁 你看齁 看起來就會 欸 好像就會比較圓了一點點 比較滑一些些 好 那接下來我們用 橡皮擦 軟橡皮擦 就不行 你要換軟橡皮 好 來 軟橡皮齁 不要 欸 這樣就夠了齁 不用太多 好 我們從這個最亮的地方開始擦起 這樣擦不準對不對 這樣很難擦準 倒過來 把它修好 好 從這個地方開始擦起 最亮的地方開始擦起 擦過來 把它擦起 讓它的圓 然後越到後面齁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後面就輕輕擦 然後用完之後用手 輕輕抹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加一點線條 把這個圓弧的地方擦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修齁 把它修好 修圓一點點 好 那你前面比較銳利齁 前面就會突出來 後面稍微帶一點顏色 它就會 它就會到後面去 然後邊緣 因為我們 如果你畫背景的話 你就一起畫就好 那如果沒有畫背景 那就請你把背景 這邊擦乾淨 好 接下來整形一下齁 把它擦一下 你也可以用印橡皮擦 我現在是用軟橡皮 例如說 好這邊我用印橡皮擦 把它擦乾淨 這邊也是一樣齁 把它擦乾淨 這樣看起來 好像就快完成了對不對 來繼續修 最暗的地方 這裡 我們講下面是一個影子 對不對 把它畫深一點點 這邊畫到最深 這邊壓到最深喔 這邊是最深的地方 壓重一點點 你這往後面走 後面比較淡 前面比較深嘛 一樣跟我們的那個 比較近 比較深的原則 是一模一樣的喔 來 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越來越淡 越到後面越淡 這樣影子你才會有層次感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休奇 這地方一定要休奇喔 因為這邊離物體越近 所以它的形狀相對上是比較完整的 然後越到後面齁 你就會比較模糊 你就可以用手這樣隨便抹一下 讓它模糊掉 越到後面越模糊 越到前面會越清楚 記得我們講過說 不要出現任何的線條 記得喔 不可以出現任何的線條去勾邊 意思是說 你這個畫完的時候 不能行 不能是這樣子 很銳利的邊出現 然後填顏色的感覺 這樣是不對的喔 所以我們必須 再慢慢的加 把它的這邊的立體感 加出來 越加越細喔 把這邊的細膩度加出來 加出來 你加完之後 它的整個的立體的感覺 就會越強烈喔 這邊把它修圓一點點 把這邊修圓一點點 盡量把它修圓起來 好 轉到後面去 這裡稍微注意一下 慢慢的轉 這邊一樣喔 轉下來 讓它的調子的變化 一條一條 剛才我們是很粗略的分了 那個三條嘛 那你可以再分 轉折 這時候也不是畫直的喔 你看我也是畫很的 慢慢的轉 慢慢的轉 讓它漸層下來 那這邊也是一樣 中間這個區域喔 你如果要亮一點點 你就慢慢的擦 我用橡皮擦擦 我可以擦直的喔 往兩邊擦 中間抹掉 讓它再圓弧一點點 圓一點點 慢慢的擦 慢慢的抹 按摩 好 有沒有 這樣它的立體感 就會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這樣就完成了 好不好 就是再把它 你盡量把它修得越細膩越好 例如說 這個轉折面 畫得順一點點 這邊 再修 然後邊緣 然後邊緣 好 那這個時候你要畫直的 你就可以稍微畫一點直線 但是我還是會比較 都是用結構的方式去構成啦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有一次性的效果 像這邊喔 輕輕畫上來之後 往裡面畫 好 這樣這樣修 好不好 這樣畫起來就是一個圓柱 圓柱體了 這樣沒有問題 好 好 就不要再說 好 喔 這裡 那 有些是 那些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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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